今天台北股市在大涨创新高之际 市场都在问 是不是有人针对今天晚上 美国即将公布的CPI 有人已经先偷看到答案了 会不会已经预估 接下来降息真的快来了 如果真的降息快来了 美国股市还会再走高吗 我们关心的是 即便美股走高 即便台股创高 这些AI股的波段涨幅 红海表现不错 台积电可圈可点 联发科波段涨幅有8% 但是这些都没对中 从广达伟创华硕 甚至红基跌的16% 这可是半个月以来 急速的往下跌 跌了16% AI退潮了吗 玉衡我们请您上台来 AI退潮了吗 还有今天晚上 是不是有人先偷看到答案了 AI有没有退潮 其实我觉得台积电还在涨 应该是还没有 但是会开始变成一些轮动 他如果不是在核心的这一块 可能会有一些轮动的状况 那再来台股 有没有人偷看答案 其实按照一锅网的经验 其实常常真的是有人偷看答案 所以大家晚上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这种 所谓台股领先美股 这样的状况 有没有去做这样子的重复 如果有的话 那代表台股确实是有一些 领先美股的迹象出现 来我们一个一个来 先解决AI 好 AI的部分 其实我们如果去对比当年的这个网路革命 就大概从一九九五年到两千年这段时间 AI浪潮其实差点还处于在相当初期的阶段 那初期的阶段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就有点像淘金热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要干嘛 如果你发现某一个地方有金矿 赶快先去买铲子才有办法挖 或是挖矿的设备 所以一开始 最后一开始有发现金矿之后 一开始一定是这些设备厂商提供设备的会先涨一波 或者开始赚钱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AI先涨 是不是也都是这些提供所谓伺服器运算 这些所谓的军火商 或是供应商 就是卖铲子的这些人 没错 那接下来才是如果能够真的挖到金矿 有挖到金矿才会开始 真的有所谓进入开始慢慢泡沫化的这一段 有人挖到金矿之后 后面就有更多人想要来挖金矿 才会带起所谓的泡沫化 我们看有哪些东西很像 哪些东西不一样 第一个利率其实很像 利率很像 为什么那个时候利率从三趴升到六趴 然后稍微降一点点升到六点五 最后就跳下来跳下来 因为是两千年的网路革命 两千年的网路泡沫 泡沫破掉 所以他在第二次升息之后 没多久就破掉 那我们这一次呢 从零升到五点五 还没有开始降息 如果日后有一些小小的降息 然后再升息一次的时候 那你可能就要留意一下了 这个时间区段大概是三年五年左右 所以相较于那时候AI的革命还处在这个阶段 对才刚升息完还没有开始降息 那再来那个时候的纳斯达克上涨多少 上涨是五百七十九个percent 从七百四十五涨到五零四八 总共花了五年的时间 那我们从10353这个二零二年的低点涨到现在纳斯达克 大概一万七千 目前是两年左右的多头 上涨了其实才六十四个percent 所以其实如果从股市的空间上面来讲的话 现在涨幅其实还小屋见大屋 跟当年比起来 那再来他们的特性其实就不太一样 前面讲的两个很像的特性就不太一样 网路革命那一个时候的特性是 就是他首次有这种所谓免费出版 以前你要出版的话 找报社找这个杂志社 你要出版的话先付一些版费啊什么的 那出版都会有一些成本 但是在网路上呢 同仁小说开始随便写 然后网站 一个一个平台 一个网站像PTT 你在上面随便都可以去发表一些你的言论 免费出版 然后即时世界性的资讯 跟双向互动 那个时候很热 开始有一些聊天软体开始出来 然后你可以随时收到世界上的 新闻报纸 看报纸就比较落伍了 大家可以看那个网路的首页 有什么新闻 那个时候很流行首页 但是在这一次AI 他的重点是什么 就不太一样 是提升生产效率 为了可以加速你的运算 你本来人做要一个小时 机器做可能一分钟就办搞定 然后呢 他是提升产品的质与量 本来你自己画一个小鸡吃米图 他可能可以帮你画成凤凰 凤凰 提升产品的品质跟质量 你本来画半画 要画很多 他可能AI帮你画就画得很漂亮 所以他是减少时间跟人力成本 那跟网路的特性就比较不同 那这样的特性不同 就引导后面的产业发展方向就不同 第一个当然也都是设备建制 我们AI这边也是设备建制 然后呢 网路这边的话 就是所谓的电子商务 我利用网路这个平台 可以接触到更多的客群 这是他所谓的发展核心 即时通讯群属也是一样双向沟通 那这个核心会导致后面 为什么变破灭 因为你为了接触更多的客群 你会想要融资先烧钱之后呢 充市占 你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运作模式 就变成后面的一个方法 因为你烧钱充市占 最后市占 等不到赚钱的时候 就破掉 那你这些借钱 就通通对付没办法偿还的债务 就会变倒债 那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产业发展方向呢 除了设备建制一样以外 我们软体应用啊 还有虚实整合 主要还是在提升产品价值 跟产出效率为合影 所以如果说这两个产业 去做一个相比的话 其实AI革命所带来的产业升级 会比网路革命来得更高 是 因为他其实不只是扩大接触客群 他其实提升里面 本质上的一个东西 但是在国际局势上面呢 然后就差更多了 在网路革命的时候 是全球化的时代 就是以效率去做国际分工 那个时候你当然通膨不会升得很快 那再来呢 你会感觉到世界变小 你要去哪里都很方便 然后再随时可以跟美国的网友 做一些联系 以前要Email 就开始有Email 然后开始变即时通讯 通讯方便成本降低 但是现在呢 刚好相反 后全球化的话 安全在效率之前 所以其实你跟全球化相比 世界其实是变远了 那有一些大国的矛盾出来 那大国矛盾大家都很担心 所以前一阵子油价往上走 或是要绕好望角 其实就是变远的情况 当这件事情 一旦稍微有一些解除的迹象 大家可能就会反应很激烈 那他所带来的 其实就是成本的提高 那供应链的这个备源需求 就提升 本来只要盖一个最有效率的厂 在某一个地方就好 现在可能要多盖很多个 因为最有效率的厂 可能会因为某些问题 他不能运作 你需要几个虽然没那么有效率 但是他能够提供你一些产品的 这样子的厂房 那所以备源的需求提升的话 那当然对供应来讲是一个利多 因为你要建更多的一个厂房 所以最后我们最关注的是 怎么样他会变成泡沫 如果要变成泡沫 有没有什么迹象 我们看网路革命的时候 他的成长模式的瓶颈 就是烧钱冲事战模式的破产 而且烧钱冲事战 事战没有占到 或是说事战最后只会有一两家 可能第一Top1或Top2活下来 其他通通都挂掉了 那些小小的厂房都赚不到钱 然后第二个就是当借贷成本提高之后 资金很容易断裂 也就是他们在第二次升息的时候 升息的时候 对 第二次再升息 第一次升息好像没事 因为那个时候产业都蓬勃发展 然后降息的时候 大家又很开心 热钱进来 但是再升息的时候 可能就有些升高 融资成本升高 动垒掉了 对 所以我们后续如果今年或是明年初 真的有降息 但是可能降没多久之后又开始升息的 那个时间点 你要开始留意 了解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在这一次观察重点 就是人力需求 因为AI所降低之后 会不会引发一些连锁的效应 包含政治上的动荡 或是说失业率的提升 或是说原本大家都很多都做高科技业的 但因为机器人把你的工作业 作业员都取代掉 这样子的失业的状况 原本做高科技 可能变成做服务业 或是变成一般的这个外送 可能就不太一样 带来结构上改变 第二个呢 就是他AI 我们现在大家在看 他到底能不能带动全面的产业升级 比如说AI的这个智慧工厂 变成你所有的原本的传产 也都必须要用到这些AI 来提升你的产品的产出的值与量 如果这件事情有发生 那这个革命可以走得更远 我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那可能就提早 提早就会进入到比较泡沫化的一个情况 最后一跟网路一样高利率会不会引发资金断电的可能性 所以在资金断电这一块就是后续需要去做一个观察的部分 那我们对比完这个状况 我们先来看刚刚讲到最像的就是利率 从1995到20年也是蓝色这条线蓝色这条线 然后我们现在是红色这条线 从T就他开始升级的开始升息的那个时间点 然后我们用月份来算 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一开始升息的速度好像差不多都是有这样 这个是网路革命这是AI 对网路革命从3%开始升到6% 我们AI从0升到将近5个percent左右 对那他升到6%之后很快就开始进行了一个降息 对但是微幅的降息 然后到后面大概43个月之后呢 又再次开始去做一个升息 所以我们现在走到这边 我们也猜如果说跟上次一样的话 那他可能接下来有一些时间会有一些降息 有一些降息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短线上非常的利多 资金非常充沛的时候 但是当这个降息开始持平 甚至开始重新转为升息的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你们就要开始留意了 因为这边很快就会接触到最后为什么掉下来 因为就是网路革命破掉 好所以现在还没有看到这样的危机 因为我们可能还可以有一个降息的利多 来让这些企业慢慢的筹资 有比较宽裕的资金可以去发展AI 这时候降息之后的升息 大家开始紧张 对 就要开始留意了 那我问到底会不会降息 其实我觉得是蛮有机会的 什么时候 其实今年我觉得就有机会 虽然大家在前一阵子很悲观 觉得今年可能不会降息 甚至有可能会升息 但是我觉得其实并没有这么悲观 我们等一下讲非农的时候跟大家提 好那利率我们认为是降幅其实有限 会降息 但是可能是蛮有限 但股市会比较有空间 我们看蓝色的就是他的这个利率 资金有效率 我们从一九八五年一直拉到现在 然后红色就是纳斯达克 我们论点就是认为利率从比如说 在那一次升到这边之后 稍微降了一阵子之后呢 升然后再降了 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可能降雨之后 然后会再升 然后最后如果有泡沫破掉 就会再降息 然后这边花了五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五年时间 纳斯达克是从这样子一路往上走 然后尤其在降息的这个空间里 是涨最多的 所以从网络革命 它的利率算是在四点七五到六点五之间 反复 但是五年内的纳斯达克涨幅是非常高 尤其是在降息的这个时间段 我们现在如果比照这段时间 我们现在在哪个阶段 我们大概在还没有开始降息 所以我们其实大概在初期的这个阶段 等到开始降息之后 就会到最后喷最快的那个时间点 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泡沫迹象 对不对 那涨幅也还没有到非常多 如果经济平稳的发展 没有那些意外发生的时候 利率其实很有可能维持在相对的高 就是你不要去期待说 可能降息到三趴或两趴以下 机会不大 但是从五点五可能降到四点七五 其实是有机会的哦 那所以利率的部分 虽然空间不大 但我觉得股市其实是有空间 股市有空间 什么时候降 我觉得年底前就有机会 而且我之前在百分百 跟大家讲过 其实选完之后就有机会 选前的话会有一些政治的影响 大家会瞎猜 像之前的司法的判决 大家就开始猜 你是不是迫害啊什么的 都会对选前有影响 十一月五号选 我认为为什么会认为今年有机会 其实这一次的非农数据 大家看新闻就觉得好像很好很棒 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我们看他的细项 非农数据他的就是所谓的 不是农业的这些工作人口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说蓝色的 就是我们这次五月的 红色是上一个月 你发现他们原本最多 就都是什么叫做教育医疗业 教育医疗业其实是下降的 就是占比最多 这边是下降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第二个蓝色 比较长的这边 就在做什么休闲娱乐业 休闲娱乐业就是那种饭店 那种比较偏向临时工 观光的休闲临时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一次的非农数看起来很强 其实主要临时工作 政府雇员 甚至还有一些没有在上面 因为是移工的参与 这移工有可能是非法 有可能是合法的 但是你本土的美国人就这种状况 其实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五月的失业率其实是上升的 你非农党就会人数增加 失业率为什么会上升 其实其实 问题在这里 对 都是一些移工 所以想象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 所以也许在大选这边结束之后 有大势敌定之后 可能就真的是有一些降息的机会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做留意 好这样的背景 第一个AI还没有这么快退潮 第二个降息幅度就算不大 但是美国股市还有空间 第三个为什么你觉得在今年会降息 因为数据看起来没有想象中这么好 美国股市接下来怎么联动 所以我刚才讲 降息有可能落在Q4 对不对 如果假设Q4真的有降息 那我们是不是在前一季的时候 就Q3的时候有机会去做一些布局 所以我们把整个美股 从30年来 S&P500分四季来去给大家看 哪几季比较容易涨 所以你投资节奏 其实可以这样规划 我们看Q1其实涨幅并不大 Q2比较容易涨 Q3可能涨幅也不大 因为其实美股的九月是最容易跌的 对 Q4涨幅也是蛮最大的 所以投资结合可以这样规划 你就Q1 Q3的时候 拉回的时候去买进 等待Q2跟Q4的上涨 那我们现在六月是Q2的尾巴 对不对 但Q2尾巴 其实Q2涨幅今年涨并不多 因为Q1涨了十个percent 算很多 那今年如果是多头年的话 Q2应该还有一些 也是从现在到六月底 应该还有一些空间 可以去做一些补涨 但是六月底之后进入到Q3 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可能会有一些震荡拉回 那你如果是资金比较丰沛的 那你可能慢慢去做一些布局 那如果资金是比较少的人 那在Q2转到Q3的时候 你就要找一些机会去做下车 下来你才能再买 我正要讲这个 谢谢玉衡太精彩了 请先回座了 台股持续的创高 今天金融股其实没有什么表现 但是明天金融的超级股东会 今年除了关心股息 还有好多并购的题材 金融的大行情 什么时候来休息一下 淑风老师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很可能就成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 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